心眼很坏的熟人,常用以下几种方式关心你,早知道早远离,国学大师曾氏强教授说,那些真正会害你的人,往往都是你最亲近的人,别人都害不了你,因为只有你亲近的人,了解你的人,才有机会害你,你一定要小心,如果你不给别人机会,别人也就不会害你,所以,与人相处,千万要小心,不要给别人机会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心眼很坏的熟人,常用以下几种方式关心你,早知道早远离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关心你的秘密,关心你的秘密,恨不得做你肚子里的蛔虫,秘密,是不能随意告诉别人的,最好是烂在肚子里,若有人打听你的秘密,你说了之后,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,但是做人的把柄,就落入到对方的手里了,你的一切,它都不够。 你都知道,不是为了帮助你,而是为了精准的打压你,鲁迅笔下的孔一己,显得迂腐,还很穷困,为了谋生,孔一己也想了很多办法,还去帮人做抄抄斜斜斜的工作,当孔一己去酒楼的时候,有人刺探,你脸上又添上心伤疤了。 见孔一己不回答,那人就大声说,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,被惹急了,孔一己就争辩,妾书不能算透。 显然,孔一己的秘密被揭露了,他拿了别人的书,被人打伤了,得知了秘密,应该马上闭嘴。 但是周围的人,笑起来,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,关心你的弱点,即使在强大的人,也会有自己的弱点,但成熟的人都懂得不要在外人面前,过多地去暴露自己,因为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,在关键的时候会把你的弱点当作拿捏你的把柄。 所以,在亲戚朋友交往上,那些总是在套你的话,想知道你弱点的人,我们要有所防备,即使是有能力之人,暴露自己的弱点后,依然难有转环的余地,刘邦与项羽之争,项羽过早暴露自己的弱点,刚愎自用,最终才一步步走到了楚汉之争的结局。 随着成长以及阅历的增加,我们需要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,面对那些陌生人,我们习以为常的会戴上一层面具,而那些熟识的人,往往让我们放下了戒备,但其实越是能够刺痛我们的人,越是熟悉我们的人。 所以面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假熟人,多一些理性和分析,有地方使得管住自己的嘴,关心你的丑事,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,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烦心事,像这种事情,除了关系不错的亲人朋友之外,通常也不会有人知道,但是有些熟人却总是格外关心别人家的丑事。 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,他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四处去打听,更有甚者,还喜欢打着关系你的旗号,直接去问当事人,如果说他们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,就开始添油加醋的到处造谣并且传播。 谁虎传中的武大郎,不就是个鲜活的例子吗?明明是一个财貌双全的县令,就是因为不想训私王法帮朋友,结果被自己的朋友编排成了小说中的样子,流传了上千年,还好有考古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,要不然武大他们两口子的谣言,还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修。 像这样的熟人,他们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不把你搞臭事不罢休,他们的关心仅仅只是一种手段而已,千万不要被这种虚情假意的关心给迷糊了,关心你的私事,关心你的私事,总能找到丑陋面。 家一宣扬,老舍在骆驼祥子,他有自己的打算,有些心眼,但不好向别人讲论。 在洋车夫里,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化量。 祥子为了买洋车,想尽办法赚钱,遇到客人,马上赢过去,拉着人,扭头就跑,但是洋车夫们,却在背后骂骂咧咧,祥子想要给大家解释, 但是看大家瞪眼的样子,话到了嘴边,也吞回去了,只能通过低头来演示,平时也不和大家做朋友了,保持距离,勤快一点,买上好车,这是好事, 但是身边的人却找出了抢生意,随意抬价等丑陋面,让人很难受,很多话题,比较敏感,也属于个人隐私范围,亲戚朋友若是谈起来,你要是坦白的说了,他们会觉得不满意,认为你还隐瞒了重要信息, 背后,多巴会有人乱说,关心你的工资,主动关心你的工资是多少,看似为你好,实则别有用心,有些朋友总是对钱特别敏感, 他不仅会故意打听你的工资,还会询问你有多少存款,他给人的感觉是没什么吸引的,只是随口一问, 但细想你就会发现,他总是把钱看得很重,如果你工资很高或者存款很多,他对你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, 而那些工资没那么高,存款也没那么多的朋友,总没有这种待遇,这就说明他看人下菜,交友并非真心, 视力演在生活中不在少数,哪怕是朋友之间也是如此,如果一个人总是变招法的打听你的工资, 你要注意,他可能不是真的关心你,还有可能是有意跟你攀比,或者在心里给你打个分,判断一下能否继续交往下去, 这样的人心机过于深沉,走得太近难免被坑,你不爱说的是,现实里,我们都有一些想要回避的话题, 比如糟糕的感情生活,跟父母家人的关系不差,或折子女方面的事情, 也为这些事情,对我们来说,是一种隐形的伤害,所以我们想回避, 而有的人,就喜欢抠根问底,他们本质上,就是想看我们痛苦,并不是关心我们,就这么简单, 比方说,我们婚姻不畅,可能周围人尽皆知了,结果社交场合,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人不开眼, 追着问细节,你说这不是心眼坏,是什么,哪壶不开提哪壶的,掌控性关心, 这类人,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术,你别不知好歹,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, 你这人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啊,也太不及人情了,你要相信我,我真是为你好, 除了我,谁还会像这样对你好,包括,父母与孩子相处,爱人或朋友之间相处, 父母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,试图掌控孩子,磨灭孩子的个性, 爱人打着我爱你的名义,却想要把你关进笼子里,束缚你的一切行为, 朋友打着为你好的名义,总是做出伤害你的行为, 在社交中,还有一种人用心险恶,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你身上, 如果你不接受,那他就会向周围的人诋毁你,喜欢打听你的过去, 对于每个人来讲,都有一些让人无法忘怀的过去, 而这些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他人提起, 不过总会遇到特别好奇你过去经历的人, 他们会旁敲侧击的向你打听,你的过去究竟怎么样, 甚至还会向你发出关心的旗号, 其实像这种人的话,完全没有必要太过搭理, 他们询问你的过去,很可能是方便在必要使用这些话来威胁你, 你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上让你颜面尽失, 这样的做法确实让人反感,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, 我们自己心里面也需要有一感称, 什么话该说,什么话不该说, 也都需要在心里面衡量一下, 如果你的过去确实不想让人知道的话, 也没必要跟别人说太多, 关心你的人脉关系, 有些人接近你,假意和你成为朋友, 其实并不是看中了你这个人, 而是看中你的人脉关系, 他们想通过你结交他们, 以达成自己的目的, 当目的达到了, 你的利用价值没有了, 他们对你就不再那么热情了, 这种只想着利用你的人, 对你从来没有任何真心, 如果不想让自己被其所害, 从一开始就要学会多留个心眼, 当他多方打听你的人脉关系, 或者动不动就试探你的时候, 你就应该保持警惕, 或许他跟你当朋友是假, 利用你才是真, 人脉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, 也是人际关系中的退路和底气, 保护好自己的人脉, 保护好自己, 是聪明人必备的技能之一, 关心带有太强的目的性,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很虚伪的人, 表面上看对你非常关心, 甚至关注到你的一言一行, 其实他们不是为了套你话, 就是为了获取一些你的私人信息, 而这些关心往往会带着目的性, 也很有可能是别人给你布置的陷阱, 而这又是防不胜防, 职场中这种人会更多, 领导对你的关心, 同事对你的关心, 最可怕的就是竞争对手对你的关心, 而这些关心往往更多的是带有目的性, 并非真正的关心, 对你的关注无非是想找到你的软肋, 方便日后更好地对你拿捏, 不要被意识的关心冲昏了头脑, 把自己的底线交出去, 到最后很可能超出你自己的控制范围, 关心你的人生规划, 曾国藩说, 立可供而不可独, 谋可寡而不可重, 人生规划对一个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机密, 做人可以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, 却不能轻易分享自己的谋生技能, 历史人人都渴望的东西,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更上一层楼, 大家更是见不得原本在自己身后的人赶超自己, 人生在世, 想要谋大事就得先修心, 练就强大的内心方可装得下常人装不下的城府沟壑, 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与人分享自己的人生规划, 不只要做到自己不主动说, 还要做到在别人询问的时候拿捏住答复的度, 生活中也为一不小心说漏嘴而坏事的情况不在少数, 手口不言往往会给自己招来麻烦, 成大事者一半在于谋划, 一半在于保密, 小心身边那些格外关心你人生规划的人, 对方若非想帮你, 便是要害你, 余生要远离不把你当回事的人, 你的付出要给值得的人, 只有那个真正在乎你, 把你放在心上, 照顾你的感受, 说到做到的人, 才值得你交付珍惜, 你的人生是有限的, 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把你放在心上的人, 你以为你的付出, 可以换来对方的同等对待, 殊不知最后可能感动了自己, 所以, 人生在世, 要学会去远离不值得的人。